如果你要建这样的合作时 你不会透过两个部分有限公司 跟有限公司的法律的方案 你会只有透过一个当地的法院 然后他们的那个法办 所以他们的数个人就是他们的organization 所以你其实可以做很多合作时 只有透过他们就好 然后我有一点点考虑 因为那个是功能能源合作时 其实是什么东西是一个regional energy core 所以我找到他们有那个能源合作时 他们有一个协会 然后他们有发一个publication 你可以看得懂德文 你可以上他们的网页 就看他们的那个study 他们有做一个类似的reference 你要了解为什么 什么时候是一个合作时 是一个功能的合作时 也就是一个local richland的东西 所以是当地的 比如类似说台东那边 还是台南那边 然后也有他们要做在这边 那边要做东西 没有在台北做事情 他们就做了在台南那边做事情 然后也有很有趣 很多那个合作时 他们其实他们参加的人 故事没有自己 他们没有自己安全 台南的法力事情 他们只有说给大家听到这个故事 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事情 我们要自己做财神领域 还是我们要自己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都集合 然后他们开始投资 所以有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跟这个没有经验 他们会以后还在找公司 还是project 还是有一个人 比较有自己的经验 但是他们每次是那个initiate 所以也跟那个故事 一百个人坐在一起 然后他们说 我们现在要在这个地方安全 分离发展 所以我们都需要做这个 然后大部分是自己来做的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当地政府 帮他们做 还是是一个当地政府的电力公司 帮他们做 所以两个方面都会 然后我刚刚说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booting majority 是在每个members有一个boot 另外一个是每个members有一个权利 可以拿到评讯 所以你说我要了解你们的balance sheet 它是怎么样 你真的可以去 因为他们说我要看 然后他们要给你看 另外一个是10%的members 可以交一个shareable的人 所以你也可以 如果你有10%的人 可以交你 他们要开会 然后介绍为什么他们做的 所以那个control非常好 非常democratic 然后他们最重要的目的 当然是德国叫any event 的里面的传许 然后当然是climate protection 就是local level 然后大部分他们的 他们是一个投资的方法 到当地的projects 所以local project 或者在别的地方 但是当然也有 比如说那个区别人的城市 他们要用风力发电 还是风力的发电 但是他们那边没有办法传 所以他们用钱投资 在另外一个城市 在这边安全他们的风力发电 所以这样他们也可以说 我们做风力发电 就是说我们才依然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我们才开出投资 但是这个算我们了 然后我也找到他们 常常会 所以有根据一个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他们是在我说他们已经很久了 大概530个50多年 他们也用这个guide lines 你可以看他们的外面 他们也做很多 除了人员以外 还有做很多也允许的 cooperatives的东西 然后他们也有很多articles bylaws 这样的东西 可以抓他们的资讯 好 然后刚刚说 那个态度的暗示 还是发生的事情 其实在德国也有发生过 因为 其实已经在19th century 所以应该发生的时候 有几个德方 一方在德国 政府部队要真的偷算 还是电力公司 没有钱还是预算 但是当地的 人们还是 其实也是他们的心意 就是说我们需要自己的一个发电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做自己一个合作式 然后我们自己投资 我们自己做 我们不要跟德国政府 还是接下来 跟德国说 我没有钱 这个是很好的 给我自己注意 但是 power market的时候 是政府官呐 还是一个摩托获利的时候 他们就大部分不见了 所以只有1990 以后他们就比较多 然后大部分 他们的能源合作是在发电 但是其实有几个合作是 他们是在一个小农村的地方 然后他们要改变他们的village 做全部的eating 跟power 跟这样的东西做 做 做 才是能源 然后 中共才得过 2013年 有818个bots 一个很好运 很大逼的 然后大部分 90%是个人的 所以有几个是公司 还是别的单位 但是90%是 是从个人来的 然后一般的membership fee ownership 25块都1000块 欧元 因为你的合作是 你的意思 不是你要 找到很多人 给你很多钱 最重要是 你有control 很可能你只有 20%总共的资本 和 然后以后你自己 银行 典力公司 还是谁帮你投资 你不需要 全部自己拿你的钱 赚你的钱 然后投资 只有拍摄 你先control 你 initiate 但是你还要去 开发公司 还是 就是安川太阳的办理工资 是这样的 就是办理做的 然后中共有 122个人 overall investment 其实我们2014年 在德国修了 财神能源法 因为财神能源 我们之前有 只有FIT 还有靠FIT 所以你会安川 然后会卖给电力公司 但是因为现在已经 越来越便宜 政府现在鼓励大家 自己找一个客户 所以你要自己找一个 一个工程 还是谁要办理 要卖 这个对合作是一点点负责的 他们不是完全传家 所以他们FIT 就好 因为他们会卖 OK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需求的合作 所以自己找客户 很可能是超过他们的能力 所以这个 我们看去年 越来越少了coop 但是现在好像 在他们想办法会 在他们想办法会 最后 就给你们的部分 看一下 如果你看 2012年的 安全财神能源 其实在 如果你看 公民和公民的合作师的方 是快46.6%是个人 还是合作师的点 从他们那边来 只有30%是 financial investors 还是比较大的 strategic investors 然后你看电力公司 是一共12.5% 然后你看在这个方面 其实从这边 25%是个人 安全开案的 有很多 所以这个部分很多 然后合作师法是 9.2% 然后比较 他们留了在 去年 投资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1.6% OK 然后你看 如果你看前的话 他们也投资30% 所以全部的零資 就是 2012 所以完成 我们非常重要的方向 好 OK 然后如果你看 没有 我只有看他们在这个 study 有heating bio gas这样的东西 我只有看在 太阳那边 分离发力 然后因为 非常多 你不会看到 在德国合作师 做这个东西 这个台 太大的投资 但是你会看 路上面的 分离发力 的 然后你可以看 在这边其实 在德国 然后这个台湾 这个方向 台湾现在也可以 其实现在今年 是500mgw的人 目标 然后40%给德国 做 所以在这边 有很多个人的 个人的 投资 然后其实 德国合作市 在这个方面 比较少 然后那个 institution investors 比较大 但是如果你看 风力的话 这边的合作市 比较大 这个历史 所以在 在这个方面 这个合作市 结论 那个合作市 先需要 market framework 可能这是一个 monopoly的话 是比较难做 可以做 那是要 你的方向会 非常负载 你一直要看 做什么 什么路 等到一个问题 然后再考虑 怎么做 所以 你应该要 一个比较free market 可以做这个事情 然后你也需要一个法律 帮助你 做那个合作市 因为现在 我没有看完全 台湾的合作市 发的 他只有第一 到第一个五条 然后台湾的 做法律的方法 是他们会做的很仔细 德国没有席 在哪里 在什么企业 还是在哪里 什么行动 可以做这个事情 他只是 你可以自己做 如果不对的话 他们会管理 台湾其实写 九个条件 然后能源都是在里面 所以你们现在 没有办法做合作 施发 因为没有能源的部分 他们有 农民 买卖东西 拿到这样的 但是对能源 现在还很难做 其实有十条说 你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 决定 所以就是 只有这个方法 然后合作市 最重要的是 因为他们是 从当地来的 他们爱的地方 要改变他们的地方 所以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那些 才是他们的 公司 然后因为他们 住在这个地方 他们在乡学 但是他们 当然他们要 穆得很好的地方 然后意思 我刚刚说 你合作 合作是 的好处是 每个组织有一个公司 所以真的 可以参加 这不是一个 资料的问题 然后你又看 洛杉磯 数字的是 30% 所以就是 如果你看 你有发展 财神能源 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 一部分 可以用 然后再对我 很明显 所以 所以 我觉得 其实在 现在 台湾已经有 几个方法 可以做 但是还有一个 今天很可能 可以再看 合作法 合作施法 有没有一个方向 可以做 好 有没有人 有 康小姐 要不要加一句话 还是 有没有 邀请林子先生 他还没有来 所以 一个人一个 是不是 很瘦 你在 你好 OK 就 我做那个 presentation的时候 我 发现一个事情 是因为 我们刚刚 我看英文 英文的新人是做 一个 鹏湖citizen farm 没有成功 一个citizen wind farm 没有成功 但是你刚刚 按照我的 那个 identification 我们的 用德国的看法 鹏湖的 安置 不错 我这里一直 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但是现在有了 十百两枚中心 好像离开 但是这个不是 一个合作式的方法 这个不是真的是 一个工们的 投资 因为工们在这个方法 没有办法 整理control 这个事情 因为是台湾的 系统 所以 这个部分 也蛮聪明的 但是 因为公司先投资 然后人们后面 投资 其实要反向 人们先投资 人们先开始 然后人们就跟 什么 中心 讨论一下 怎么做 你会帮我们计划 你的finance 怎么做 你会搞中央政府 还是当地政府 但是这个差别是 因为 我一点点怕 未来在台湾 说 那个 Citizen Wind Farm 没有成功 我可以跟他们说 这个Citizen Wind Farm 然后我们可以再试试 他们 这是一个希望 这些可能 是我的结论 好 谢谢 有想提问的吗 没有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好 谢谢我们先给我们的分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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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 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 德国的 工敏电场的 发展 那来看看 回到台湾 那我们现在又面对了 什么样的困境 那有哪些的可能性 那么接下来就请 呃 台湾再生的人 呃台湾环定保护联盟 学术委员会的召集人 呃 呃 王独发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热泪的召集方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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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谈这个 工敏电场的 这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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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談了我們台灣再生能源發展的困境 其實如果你從這個 聯合國的這個報告裡面 它的報告比起在這個 2050年這個再生能源可以滿足全球77%的能源需求 那以台灣的這個情形來講 台灣目前的這一個 你可以看就是說目前 全球的這個再生能源的這個比重 大概2010這個資料 如果以現在2015年 這個會更高 這個 這個 這個比重佔了 13% 我想目前應該有15% 這一個 全球的這個再生能源的佔 但是以台灣來講現在 你如果這一個不考慮水利的話 就是現在一般在談的這些風力 太陽能等等 大概1%左右 非常非常的低 跟全球比起來根本不成比例 沒有辦法去比 好 那麼其實台灣一場非常豐富的這個再生能源 那我們的這個再生能源的這個運場 你如果以這個風力來講 那麼 那麼那 有的認為至少啊 它應該有百分之 至少有5級多瓦 有5級多瓦 這個都是保守的估計 一個級多瓦是10億瓦 太陽能呢 根据我记得今年应该今年出的这一个全国人员会议 官方的这个资料也是很保守的这一个资料 那么这一个资料是认为这个屋顶型的这个太阳能 可以达3GW 那么地面型可以3.2GW 那么地热呢这个是国科会的这个一份研究报告提出来的 可以有7.1GW 大概是这一个核四场装置容量的2.6倍 那么这一个地热基本上它可以全天候的发电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他们说太阳能没有太阳就不能够发电 可是我们在讲说台湾会不会缺电是在夏天 那么夏天其实像现在从现在开始 我们从6月开始6月到9月那个电价又涨 这个夏季用电 那这个时候啊其实是我们太阳最来电的时候 我们的条件啊我们太阳能的这个条件事实上比日本德国都要来得好 可是全球推展这一个太阳能发电最用功的就是德国跟日本 那现在呢中国也起来了 它一年的装置容量甚至可以到10GW 不过我们每年啊 我们能源级啊那个规划量啊我不晓得 我们都是以Megawatt在算的Megawatt跟Gigawatt是相差是1000倍啊 人家在装置 每年装置的量是以Gigawatt去算的 我们是在那边算几十个Megawatt 非常好 国际上在估计我们这一个黑潮 东海岸的这一个黑潮 那个潜力是非常高的 我们这个包括波浪发电 潮汐发电、温兆发电等等 这条件都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们基本上呢没有好好去用 没有好好去用 那么虽然我们2009年通过了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那么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啊 要求一个这一个电力董购汇率委员会 去设置那个委员会 设置这个委员会 它本来的任务是要去审议 那个董购价格那个公式 去收购这个再生能源的发电的 那个董购价格的那个公式 以及各种不同再生能源 因为它的成本不一样 那么你要给它合理的利润 那你要按照那个成本去加一个合理的利润 这个就像德国的那个 这个制度 那可是我们的这个审议委员会 竟然违背我们的立法精神 它竟然是去审什么 就是要求能源局按照它每年规划的那个量 那个再生能源的这一个发电量 然后呢由民间厂商啊去竞标 就是在太阳党方面 完全违背这个立法精神 这个立法再生能源条例 这个法案我们本来立法是怕行政部门带动 所以那个时候要求行政部门要去规划 我未来 譬如说10年20年 我每年要推动的那个量 然后这个原来是最低的量 应该是下限 结果我们的政府把那个能源局那个量 规划的量把它当成是上限 然后拿出来由民间厂商去竞标 所以价格不是这样定出来 这完全违背那个立法精神 这个是非常可恶的地方 我第一年在当这个会议总局委员会的审议委员的时候 那个时候